夏天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去逛露天农贸市场 这时候的水果鲜花植物种类多 价格也便宜 今天就收获了一堆新鲜水果 不如来做两个酸甜冰爽又简易的低糖甜品吧 西瓜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没有之一 切了直接吃时最能感受它清甜的吃法 这次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当个配角 下面就可以煮奶 牛奶 燕麦奶 豆奶都可以 倒完奶加能让奶凝固的寒天粉 寒天粉是纯素的 做出来的东西会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出来的吉利丁吃起来更脆 需要凝固的时间也更短 然后就可以加上糖 糖我这次用的是带糖 带糖的种类也很多 我之前也介绍过好几种 这次再带你们认识一种新的叫做罗汉果汤 它是从罗汉果果实上提取出来的 纯的罗汉果汤它的甜度可以达到普通折糖的150甚至200倍 而且零卡路里对血糖没有影响 它的味道跟其他的带糖比也是比较纯的 就厚味儿没什么苦味儿 但是吧就是贵 所以商家一般都把它跟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同样是天然带糖的赤咸糖醇混在一起 然后来卖像我这包就湿了 就混了罗汉果汤还有赤咸糖醇 用量的话也是跟白砂糖一样 就很方便 我们要开火加热 加完糖后就可以一边搅拌一边把奶煮沸 吉利丁是不能煮太沸 而寒天则是必须煮沸 还要沸一会儿才能充分激活它 达到把液体定型的效果 煮个一两分钟后就可以从火上移下 倒在好看的容器里 透明的最好 最后在上方撒上刚才切好的西瓜块 实在觉得不够甜的还可以来点天然的蜂蜜 就可以开吃了 我这几年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糖的摄入 毕竟形成代谢不如以前了嘛 但作为一名甜点师我又不可能完全断糖 所以就再找一些折中点嘛 比如说在做甜品的时候会用天然代糖代替白砂糖 然后会减少精致面粉的食用 尤其吧4年前我拔了8颗牙开始蒸起 就更加注重牙齿的健康 除了减糖就是保持它的清洁度 当时我的牙医就给我推荐了水牙线 也就是冲牙器嘛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快速的清洁牙齿 然后还能强健牙齐 我一直用的就是杰臂家的这款有限的 需要插电使用 所以这次他们让我试用新款的这个便捷的 我当时也是很期待哈 说到以后用了哇塞爱了 它非常的小巧便携 而且清洁度啊也在线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是水流很精准 直哪打哪 冲击力看着很强 但是你打到牙上啊完全不疼 基本上一两分钟吧就能完全清洁干净 反正我每次吃完饭 然后就算刷了牙再用它清啊 还是能冲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的甚至来自上一顿饭 那杰臂呢 它作为发明初夏期的这个牌子 也有着快60年的历史了吧 在美国的超市也是随处可见嘛 所以质量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而且它这个新款的充电口 是USB接口磁吸感应 无需插头 充满电能用半个月 它有中高第三个档位嘛 旧版的话我用的就是67档 然后新版的就是中档 而且它在这个档位机里 下次开机就可以直接用了 喷头呢也有四个 我一般用的就是标准头 日常清洁啊足够了 而且它整个材质啊是防水的 你就算洗澡的时候也能 带进去用也是很贴心 如果你喜欢芝士蛋糕的香醇 得有单线热量 那下面这个蛋糕 你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甜点的原版叫 通常会放很多奶酪芝士 我们这次用油味酸奶代替 全纸 低纸都可以 然后需要准备几个有点深度的小杯子 在上面铺上纱布 往下按一按 让它呈现出腾空的状态 再用皮筋把纱布固定下 接下来就可以隔热水 一边加罗汉果糖 一边把蛋清给打发 到中干性发泡 隔热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杀菌 如果用的是乌菌蛋 也可以直接打 接下来就可以把酸奶和淡奶油混在一起 有香草精的也可以来一点 用打蛋棒打到微微蓬松 然后分两次 用刮刀温柔的拌入打发蛋清 注意不要太粗暴 会导致消泡 充分混合均匀后 就可以把蛋糕糊舀到一开始准备好的纱布上 把水分给沥出来 差不多冷藏2-3小时就可以取出来 倒扣在盘子上开吃了 这款甜点改良后 口感香醇浓郁 但又不是轻盈 吃的时候可以配上果泥 还有新鲜的水果 或者撒上抹茶粉 可可粉之类的也不错 感谢观看 以上就是低糖甜品也好吃的第一期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甜品想要学习 欢迎弹幕留言分享出来 我会把它改成家常低糖版的 让你吃的时候更没负担 制作起来更简易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